亚伯拉罕,这是什么漩涡?由伊斯特希克斯传导 开始的时候,看到你们在谈论漩涡,能解释一下这漩涡是什么吗? 当我们使用漩涡这个词时,我们说的是能量漩涡 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吸引力法则对振动频率的响应,而你能觉察到这股能量 你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断在扩展的本源能量 无论你身处何处,本源能量永恒地与你的物质能量连接在一起 我们应该告诉你全部的真相,你是源头能量投射的一部分意识 进入肉体来探索什么是你不想要的,什么是你想要的 而你那非物质的那部分会产生许多新的理念 这是一个我是源头,我是物质身体,我在扩展,我是源头的循环 这是一个永恒的能量循环 当你与之校准时就能察觉到它内在的运动 而我们谈论的能量漩涡是另一种没有流动,没有张力的校准 我们关注物质界的朋友已经很长时间了 你们很难决定自己处于生命循环的哪一步 我们希望你们明白,你们处于整个生命循环中 换句话说,你们是源头的一部分 你们是先驱者的一部分 你们知道自己不想成为什么,希望成为什么 你们是能量张力的一部分 你们不会永久地与你真正所事分离 但是,站在人的角度,站在你们思维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选择与整体对齐的思想 你就会体验到这个能量 一群人来自全世界,像你们这样聚集在一起 你们计划花一段时间预测你们的思维 你们确实希望知道与自己的生活相对比的事物 你们已经形成了强烈的个性 你们可以说,当你们聚集在一起 就会创造像这样的能量漩涡 我们知道哪个是亚伯拉罕的 哪个是你们创造的 校准对齐的潜能极为庞大 我们指的是与你真正所事对齐的能量漩涡 每时每刻用圆满的你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最快的校准方法是什么 我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漩涡 如何让我的频率与之一致 我们说过,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你熟悉的方法调频 在你感觉最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在那儿了 让我们看看能量如何上升 把脚平放在地上 手放在膝盖上 放松 也可以稍稍放到里面一点 只专注船的节律 专注船的引擎的频率一段时间 然后静静地听我们的讲话 我们希望你意识到你是正在校准的本源能量 没有校准也没有关系 总之一切都很好 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你都做得很好 无论你在做什么都没有什么区别 你已经做的与你应该做的没有什么不同 这里就是你最合适的地方 让本源能量充满你吧 你做得非常棒 对自己所做的感觉良好 这种感觉带你来这漩涡中 对你所做的决定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就是你进入的方法 为了校准你努力使自己进入这里 现在静静地专注这点吧 这是一个壮丽华美的行星 想一想这个行星平稳地进入自己的轨道 你正在跨越的充满水的宏伟的行星 这个行星应有的稳定性如此完美 你们觉察到了吧 想想邮轮的航线 以及自愿聚集在一起的人 为了维持这个水上旅馆正常工作 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充满了成就感 想一想杰里和伊斯特 他们热爱这个生活经历和自己的工作 他们心甘情愿为大家打开漩涡的通道 现在体会一下吧 感觉一下这个能量 感觉它在进入身体里的细胞 细胞层面上的能量经历 放松 有意识地放松 这只是物理调平 只要专注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是在谈论你担忧的事 我们只是让你专注 更容易让振动频率对齐 你们中有些人正在感受身体上的变化 你们差不多都可以感觉到 就像植物正在吸收更多的水分 你会感觉身体有点紧 有点振动 换句话说 你的身体移动了一点点 大家都太努力地在尝试了 换言之 你们身体的能量总是在扩展 但当你们小心地进入能量漩涡 就是让你的能量增加 换句话说 今天晚上你睡觉会比以前好很多 今天会感觉比平时更好 除非你有些失衡 这种情况下 你会有相反的体验 你们看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感觉最好时 总是提供给自己最好的 在这样的聚会中 我们唯一会这样做的时候 是当你们大部分人都基本调频进入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 什么是能量漩涡 能量漩涡是你随时都能得到的流动的能量 能量漩涡是什么 能量漩涡是我意识到我是源头的一个分支 我有意识的 有兴趣的 努力的 使自己的振动频率与源头的相符 伊斯特说 亚伯拉罕 我需要进入能量漩涡吗 我们说 你就是能量漩涡 你就是漩涡 你看你的意识控制了进入漩涡的通道 你感觉越好就越能校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伊斯特来谈论一下在漩涡内的话题 这就是他们在谈论的 他们调频进入 整个能量都在流动 他们训练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壮 敏捷 精准 当他们允许能量创造漩涡流经他们时 强壮和精准使他们能做许多事 换句话说 他们是战争大师 音乐大师 艺术大师 大师人 或者是伟大的科学家 数学家 我们说 只要你打开了漩涡 你可以获得无限的智慧 让它流向对你重要的地方 谢谢大家